你不认识 家传 我这次去香港 着着解决对方公司欠款 和违约赎金 总算顺利 好 但是 要全部收回资金 需要半年时间 半年 对 重建等不了半年呢 是啊 我想好了 有一个权益之计 什么权益之计 用我们凤凰孙入骨的 一千二百亩土地 低压贷款 集团担保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掀齐投入 不耽误工期了 你是说 用我们的土地贷款 对 怎么了 那这不是用我们的骨头 熬我们的油吗 东家一毛不拔 那还叫什么股份公司 家传 第一 东家一定投入五百万 不是一毛不拔吧 第二 既是用土地贷款 也只够前期投入 后续的大量资金 仍有东家投入 而且 我们还要担风险 我保证 半年 输回土地 那如果投资失败了呢 东家只损失了五百万 可是我们连土地都没有了 老王 我们之前上带的原则 不是这样的 原则不是书面上的 但是指我们 合作的精神方面和动机方面 我不跟你绕 实话跟你说 我觉得你这是欺诈 我扯 站住 刘教帅 别看你是个研究生 可你还是小农经济一事 抵押贷款 这是解决资金 常用的商务办法 而且有东家担保 是要担风险的 既然走市场 就应当有风险意识 就应当有承担风险的勇气 这才是一个成熟企业家的品质 不管你想啊 一点风险不担 由别人承保 坐享其成 我告诉你 没有这样的好事 就是一个菜秧 还爱分水林呢 你可以回去当你农民了 等着天然掉馅饼吧 你可以回去 你去找吧 走吧 既然走市场 有风险意识 就原来有承担风险的有机 这才是一个成熟企业家的平时 刘家川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嘛 这 这仅仅是一个风险问题吗 丰富正常 有这么严重吗 陆总文 你也是个老党员 你刘家川 你也是个研究生吧 这土地是国家的 不是你们村的 怎么能用来抵押贷款呢 我仔细想过了 你想想想就想出这么一个馊主意 难道我们对土地没有支配权吗 为什么过去的承包地 还可以转租和转包呢 再说了 这次几月初的土地 都是村民的宅基地和山林地 这种贷款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土地问题是个敏感的问题 没有相关政策 我不敢表态 我只是希望 农民支配土地的愿望 能够得到顺重 我们保证不会亏损留室的 你们 那这样吧 我向市里请示一下这个要求 但是 在没有相关的定论出来之前 谁也不准乱动 和东战的合作暂时停止 这涉及到政策的事儿 咱们哪 只能等啊 我就是不明白 我们农民对土地 到底有没有支配权 来 贾传 你 你 我一会儿啊 去问问老社长吧 你说郭书记啊 他昨天就去省城 装甲子去了 贾传 有件事 我不得不告诉你 我听百会说 由你爸做主 将晓风 嫁给霍伙了 什么 贾传 贾传 干什么呢 不要 贾传 你不能结婚 你不能结婚 你现在还没恢复 你听见没有 我不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 晓风 看好了 我是刘家川 我才是真正的刘家川 贾传 你别这样 不是 贾传 贾传 我跟你说的话 你全忘了吗 你真的忍心 让他想起一切吗 你と имя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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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老王 大川 土地贷款的事想好了没有 那事 政策不允许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喝酒了 你怎么一有事就喝酒啊 初心 我看你就是个干不成大事的人 难道 我把他看错了 老王 对不起 我刚才有点累了 你接着说 我现在去市政府的路上 在传达 这一仗许胜不许败 对我如此 对你更是如此 明白 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给你再给香港朋友 土地贷款 事关政策风险 老实说 我也吃不准 不过你们反映的 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欲望 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这样 过两天 省委所要领导 要到银山镇出席灾后重建的现场会 找机会 我听听她的意见 争取她的支持 那您说 她会同意吗 报告 小川 你要坐这儿呢 我跟你说呀 过两天 省委书记要到银山镇来 开灾后现场重建会 每个村啊 书记参加 会把本村的工作 我已经想好了 在这个会上我直接提出土地的支配权问题 哎 说说话呀 好啊 怎么个好好反呢 反正这一仗我们许胜不许败 那怎么给取胜反呢 我倒是有个想法 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计划 那怎么做呢 兵刑险招 兵刑险招 说来听听 来 我看看前面怎么样 哎 挺好的 老师 老师好 那你这么乱 他要结婚了 他要结婚了 怎么了 你就这样逃避吗 不是逃避 是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做的 我 我它的 Brendon 是不是 所以 我的优败 是仁刑险的 只能不能干 Ist something 要是爱 sixtung 部门放这辈子 那咱们不要当理 我会不会 老ft rik ワル isters 老ft 只不能搞什么 sé 知不知道 山变秃了 水变浊了 天变黑了 地瓦空了 陆老师 干行吗 很好 来 崔川 喝一口 白贵婶 这是酒啊 当然是酒啊 我给你祝幸啊 我听人家说啊 古代有一个大诗人叫李白 人家为什么诗写得好 就是因为爱喝酒 好 谢谢白贵婶 白贵婶 那 那我过去 你买了血啊 什么事啊 你别去打扰她了 你们这在干什么呀 这叫兵心险招 兵心险招 什么意思 以后你就知道了 你别去打扰吗 你让我看起来 你还要在你身上 我看起来 你还要在我身上 陈总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家船他们确实是不行吧 东家的资金没落实 而且政策还不允许土地流转 他们最后的这条路也给堵死了 哦 那好啊 胡子 你那边行动要加码了 开矿建厂是凤凰村的自主经营行为 政策是允许的嘛 我知道 胡子 你怎么情绪不高啊 没有 胡子 干大事不能顾及小家子情感 明白吗 明白 胡子哥 这小子已经定了 加川他们现在在干嘛 他们呢 你还操心他们干嘛 胡老师 洗完了 您过来看一下 先洗一下 哎 你们写的啥 一个农民的渴望 哦 一个农民的渴望 哎 是写我们心里的话的吧 对 哎 能不能念给我听一听 行 我念给你听听 好 胡子 这是你开矿所需要的全套证件 都在这里了 如果你现在开矿就是合法的 谢谢啊 不要谢我 这是古镇长以前办好的 胡子 你真打算开矿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 小春哥 我这衣服啊 好看吗 好看 你穿什么都好看 花花嫂 给你也做了一件 是吗 你穿上试试 我穿的能好看吗 好看 咱们这颜色还挺搭调的啊 嗯 还是你穿好看我觉得 你穿呀 这回咱俩就已经搭了 小春 你没进去是对的 别怪爸 爸 我知道 我懂 听说 你又在准备一个发音稿 孩子 不是爸固执 你那套是行不通的 大家迟早会理解我的 包括你 你那脑子 真的该清醒清醒 恰恰最清醒的人就是我 老婆 我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 有时候 我都在想 你是不是我的儿子 都说 知子莫若父 可是你真的是不了解我 敌人以来这些实践的经历 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无论如何 我都要完成对凤凰孙的重建 这是我对小凤的承诺 是我的一个梦想 我想 也是您的一个心愿吧 没事 别怕 千万别紧张啊 你要真记不词 你就拿出来看一下就行了 对 别慌 只要表达出我们凤凰孙的人 真正的心声就行 对 对对对 那我去了 谢谢 加油 陆老师 谢谢 这是凤凰孙的 好啊 if 擅长去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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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可能吧 我们也是在办 他的组织迁移关系的时候 发现的 为了慎重起见 我们还去了他的学校 做了详细的调查 是不是大地震 好多资料丢失了 这不可能 他们学校的资料 保存得非常完整 而且我们也问了 他们的学校的校长和同事 对方都明确回答 那陆忠文在小期间 没有说过党 这 可他今天还要发言呢 如果他不是党员 那他就不能作为党支部书记 来发言了 老婆 去把他叫过来 好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知道啊 怎么回事 走走走 你去看看去 这怎么回事 那这是继委的安排 请你配合 走吧 好 陆老师 老陆 老陆 怎么回事 他们说我不是党员 老陆 你是共产党员吗 我是 那 走吧 下车 老陆 别动我 冯队长 冯队长 那今天 谁代表我们算发言吧 霍虎 来来来 快过来 啥事啊 冯队长 又本事出事了 啥事啊 你陷情谱深点 这事别伸张 今天 你代表凤凰村发言 我 对 你可记住了啊 凤凰村今天重点发言 你赶快准备准备去 别愣着了 快去快去快去 准备 走走走 好 请大家静一静啊 那么今天 咱们迎山镇灾后重建的现场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李市长讲话 好 开会之前 我先说两句 省委 主要领导 本来是要出席今天这个现场会的 可是他临时有事 实在是头不开身 所以就只好让我来代表了 我今天 也不是来讲话 我是来听意见的 大家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要求 都可以直言不讳 好 封部队长 请大家发言吧 好 好吧 好了 下面我们就先有请 拱花村的牛村长发言 有请 谢谢 来 各位您的 各位乡亲们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啊 抓住市场 重建飞黄 陆老师 是 我再问你一次 你是中国共产党员吗 是 那你有任何的证明材料吗 那 你有任何证明人 证明你在何时何地 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吗 好 刚才啊 游村长的话讲得非常地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有请凤凰村的知书 不 不 是村委会主任霍虎 霍主任讲话 有请 好 好 五哥 各位里面好 乡亲们好 好 好 各位里面好 乡亲们好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 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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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渴望 当我跟踪着别人的土地时 我有一个渴望 当我跟踪着公社的土地时 我有一个渴望 当我守候五十年不变 从包责任前的河洞时 我的渴望变得 从未有过的清晰 当我看见城市和灭化金城 赶走了我们河渺的吹烟 赶走了河流和山里 我的渴望变得 从未有过的急迫 农民与农民有着田园的联系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 最基础性的物质要素 土地权益是农民根据利益的集中体现 农民的土地权益保护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并且深刻影响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因此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 以及农民土地权利的有效保护 就成为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力 师傅 你不怕犯几率吗 律师所长 你先回去吧 你是我师傅 我跟着你 李师傅 我刚才念的这篇发言稿 是我们村的副书记刘家川写的 我建议把它请上来念这最后一段 你看行吗 好 今天我就用一首诗来结束我们凤凰村人 今天的发言吧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都是新闻的 无论画面的人 凤凰村只能够紧 其中央真正的 人家自己想的 我还要到辉的 是 我云呢 我呢 他们每个人都能够紧 我都能够紧 我们地去 我愈将其他楼 我就在干涉 他要給你 每一条河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而我 只愿面朝大霞 春暖不盖 咱们去箱子 愿意 读书 不接 好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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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了吧 下来了 杜家村已经又开工了 市里这次决定 凤凰村作为土地流转的试点 这是冒了政策风险的 责任我们来负 可凤凰村的重建能不能搞好 就要看你们一个村长 一个知书的努力了 市长您放心 我们俩肯定能搞好 好啊 您能转过弯来这样很好 看来灾后重建 不仅是家园重建和心理重建 还应该是思想观念的重建 好 我到那边再去看看 注意安全啊 市长 好好好 小虎要是能记起我们该多好啊 是啊 小虎要是能记起我们该多好啊 救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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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二特大地震 近近一年半之后 新的芙蓉市 已经再度顽强 并且茁壮地成立起来 同时 虽然该市土地 流转中心的挂牌 一种新的土地使用 和管理的方式 正式宣布诞生 它不仅仅没灾区 更为整个农村的 未来发展 开辟出了新的前景 五一二特大地震博物馆 欢迎来到五一二大地震博物馆 大家现在看到的 就是五一二最注油的地震遗址 小鱼洞断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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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听啊 我跟你们说 待会儿咱们舞起来的时候 一定要把气势拉出来 好吗 好 对 要拿出点军心神 哎呦 你看 他们多变久了 孙子 孙子 这刘家川他们上哪儿去了 在聪口接那个高音超去了 聪口 好好好 去了 好 孙子好 怎么样啊 孙子好 你好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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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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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啊 是历史性的场面 我们可不能错过呀 座老师 这是世卫给你的一份决议 这可是芙蓉世卫有史以来第一次 为一个人发的一份红头文件 医生来了 小九云来了 这小子没有生瓜了 原长风 他一定要回来 回父王团 他下不大家了 彼此 彼十六 高脸长子 彼岛 彼岛回来了 回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龙眼大幕》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地震中的灾难画面 下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几位地震中的英雄人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消防中队的消防员 江峰 他被困在一家超市的结尾区 虽然没有手 也没有食物 可他仍然领导和组织着 旁边食品区的人们 积极自救 在生命的最后 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位 优秀共产党员 最光辉的一面 好 可以开始了 小姐们 经过一年的努力 凤凰新村终于建成了 这是我们团结奋斗 不屈不挠的收获 也是我们解放思想 愿意改革的成就 下面有请李市长 为我们宣布 凤凰新村开村典礼 正式开始 不不不不 这个荣誉啊 不属于我 我提议由村委会主任 霍虎来宣布 大家欢迎 好 李市长 我觉得我宣布也不够合适 好 我建议啊 由陆仲文 陆老师来宣布 因为在我们凤凰村 所有人心里头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书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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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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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谢谢大家对我的光爱 我要告诉大家 就在刚才李市长给了我一份文件 文件的内容 福荣市委承认了我共产党员的身份 五一二超市临时党支部也得到了认可 所以今天我自豪地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 以凤凤凰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宣布 凤凰新村开村典礼正式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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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小枫 明明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这危待的时刻 我们需要他的领导 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在这非常时期 我代表我个人 同意留中联统治 加入中国共产党 请你举起你的右臂 更换一起宣誓 我 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 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的义务 履行党员的义务 执行党的决定 执行党的决定 严守党的纪律 严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 保守党的秘密 对党忠诚 对党忠诚 积极工作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随时准备 为党和人民 牺牲一切 随时准备 为党为人民 牺牲一切 地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